好 那麼這個事業上 因為這個五萬肺炎疫苗 我看即將破確診一億人 現在九千一百五十幾萬 死亡是一千 一百九十五萬 對 死亡快破兩百萬 對 我寫一篇文章 我十月的時候在寫 那時候三千萬 我十一月改版的時候七千萬 我十二月要登的時候九千萬 我問他我還有不要再更新 因為我說到十字今日 還沒登出來是不是 對 對 那就從三千 七千 九千 快要破億了 你看 你就知道那個速度是非常非常的 那為什麼速度這麼快 因為越到後期它的感染力就 就好像我們的散步感染力 因為一個不只傳一個 一個可能傳好幾個 像東北也獨王一個 傳四十四個這樣子 是 倍數成長 那因為我看日本被折騰得很厲害 日本最主要是有 它已經去年應該要舉辦了 結果延一年 現在又在討論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延一年 或者乾脆停辦 應該會停辦 會停辦嗎 應該會停辦 如果按照這樣 你知不知道連續幾天 都是七千多 七千多這樣子的案例 我跟各位講 那個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去日本 我非常懷疑 為什麼 我本來認為日本是一個公衛 有沒有 那大家都戴口罩 很守規矩的嘛 我進成田機場的時候 嚇一跳 連海關這些 沒有人在戴口罩 那時候我還記得 我在提領行李的時候 還看到他們的那個電視 正在討論說 現在有多少確診的 多少確診的幹嘛 還在講這個 那時候都在講那個 中國大陸他們那邊的 結果進到日本 我們都很規矩的在戴 你知道日本有發狠證嘛 所以他戴的是日本口罩 整個日本的醫療用口罩 被掃光 那時候被那個 中國的相關人全部掃光 掃光了好像十億個 掃光十億個 他們還覺得很高興 為什麼 把過去幾年 消不掉了 全部都掃掉了 等到需要的時候 不會有 我那時候 我去七天 第一天去的時候 我到他們的那個藥妝店看 還有發粉症的那種 非醫療性的口罩 到我第七天要離開的時候 連那些口罩都被掃光了 全部都沒有了 你就知道怎麼會這樣 我一直不了解 為什麼日本他們會這樣 那你坐電車 只有一成的人戴口罩 其他人都沒人 你知道日本電車是擠到 像沙丁魚一樣 那莫怪現在疫情 會變成這個樣子 中聯同盟的朋友 他去年奧運是沒有辦成 所以他覺得今年一定會辦 所以因為今年大家就覺得說 那票買得到 他真的買到票 買到票結果沒有辦 你怎麼不曉得 現在就不曉得該怎麼辦 因為你知道日本的票 第一個很貴 奧運很貴 而且不好賣 潘老師你覺得他看起來 沒關係 我覺得應該是不行 沒辦法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你就算辦了的話 運動員敢不敢來 對啊 那其他人的話 如果說還有的話 觀眾敢不敢去看 這是兩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得一次 可能他永遠就完蛋了 比如說馬拿松的那個選手 對不對 他得一次可能 後遇的功能 沒辦法回復 中生就完蛋了 以後也不完蛋了 所以現在他們這個奧運 主委會有在考慮 國際奧會跟東京奧運 主辦單位都有在想說 如果真的要辦的話 所有參賽的外國選手 必須先打疫苗 一定要先打疫苗 他們優先打疫苗 跟各國都講好 但是這能不能實施 而且比如說剛剛講的 中國大陸的選手 你在中國大陸打疫苗 那他會擔心 都會有這些 中國大陸的疫苗的防護率 百分之五十點四 就是我覺得會有一些後遺症 會有人擔心 比如說我就講 比如說中國大陸 那日本會不會相信 他的那個防護力之類 剛剛彤宜大哥 你講那個 年晃大哥他那個朋友 那個門票的確是 佔奧運的這個賽事 每一屆大概百分之三十的收入 八億元美金 以東京奧運來講的話 光賣門票 對 七百八十萬張 我不知道年晃哥的朋友 退票了沒有 現在日本 還沒 日本國內 之前有開放退票 日本國內已經開放退票 因為日本的主辦單位 是有考慮說 在這種情況如果已經 因為他們大概最晚最晚 一定要在五月 六月 最晚要在六月初 五月中上旬 或五月中下旬以前 那個要決定說 到底要辦還是不要辦 那如果要辦的話 剛剛講的選手打疫苗 是一個辦法 還有不要開放觀眾進場 就所有觀眾都不進場 所有的賽事 包括開閉幕都取消 開閉幕都取消 然後什麼表演也都減少 規模精簡 所以日本媒體跟國內民眾 已經開始有 主辦單位就開放 他們退票 七百八十萬張 是全部的奧運的 所有的這個門票 各項賽事 包含這個開閉幕 那國外還沒有開始 但是國內已經有這種狀況 所以他們已經有開始 所以日本的共同社 他們甚至前兩天 做了一份民調 百分之八十一的日本國民 希望那個不要再辦了 暫時不要辦 那所以才會有一個風聲傳出來說 日本如果今年不辦了 那你再往下不可能 因為下一屆 2024年是巴黎 對 2024年是巴黎 2028年也是那個 又跑到美國 你看已經抽出來了 也到美國去了 對 好像是洛杉磯還是哪裡 然後那個 到2032年還沒選 所以他們是說 如果今年日本不辦的話 是不是到2032年 連到2032年辦 讓2032年日本有優先舉辦權 因為這個是從1940年以來 沒有一次奧運 是被戰爭原因停辦的 那除了這次碰到 那1940年 那是也是剛好地主是東京 可是那時候發生那個戰爭 所以日本就取消了 那自從這個事情之後 沒有戰爭原因的話 日本又碰到 所以他們才會說 如果是這樣 2032換他們辦 可是這個消息 在日本的奧運主辦單位說 這假消息 就想讓日本辦不成 沒有 這回事 我們還沒有討論說 這個辦或不辦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 很猶豫 很掙扎 但是日本為什麼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 擔心日本政府的狀況這樣 因為現在包括東京都 周圍的一都三縣 大阪府那邊的關係的三府縣 都已經要緊急事態宣言了 也就是說他們的狀況 一天比一天嚴重 如果在這種軟封城 然後確診數跟死亡的 這個病例的數字 沒有降低的話 你要日本國民支持 菅義偉這個令和大叔首相 這個內閣政府一定要鼓起勇氣 讓決心去辦 他們其實會有風險 因為最近因為防疫的這個關係 菅義偉的內閣 他的這個聲望和支持度 也有下降 所以其實日本人心裡面 也很糾結的 還有他已經花了 單單那個硬體對不對 已經花了 我們去看 就是看他們在蓋的那個硬體 大概已經花了台幣五千多億 單單硬體而已 五千多億 然後還有他們為了 台幣五千多億 那去年 去年本來就要辦對不對 他事實上為了因應說 可能來的人口 我記得一年本來是說 到日本去觀光是三千多萬 他要增加到四千多萬 所以他擴展到整個東京都 所有的飯店旅館跟民宿 大幅度的擴展 甚至於還要 那時候不是一個人 好像一個人還是加 一個晚上加一千塊日幣 你在日本住 每天晚上加一千塊日幣 因為預計會有四千多萬 擠進來嘛 這些商機都沒了 全部都沒了 而且你事實上 居酒屋已經倒了六百八人幾家 單單居酒屋 你看日本人晚上就是要去 居酒屋這樣喝酒聊天 倒了六百多家 現在不是緊急宣言下了 你看京都大阪東京 然後兵庫 全部都收下了以後 所有的行業八點以前全關 歌舞伎丁跟那個前朝對不對 都沒了 這些夜生活都沒了 我跟你講 那個倒閉的人數 會不斷地增加 NBA跟美國職棒藍壇 他會給日本奧運一個很好的 這個借鏡 NBA那時候也不打 不打 那但是他最後還是一定要 然後一個球台 一個球台一直中 然後他就開放就是轉播 要不然美國你說他 這去年一年 不看棒球不看籃球 你看他們怎麼過 對啊 那個棒球是這樣 籃球也是這樣 但是他們的轉播權力 就這樣就可以稍微給一些 那我覺得因為 像剛才瑞德哥講的 因為他已經投入了這麼多的 商造以上的損失 那他一定想辦法 有幾個場館可以辦的 然後播 然後用轉播的這個方式 所以你認為會辦 有限度的辦 而且是 像我們現在所有的國外開會 我已經一年沒出國開會了 都是視訊會 所以他那個 因為他一定會想辦法 把它辦得不一樣的 視訊的這個奧運 你知道NBA最近有一隊 因為他們裡面的職員染疫 那因為球員有跟他接觸 所以呢 球員接觸就要隔離 後來呢 因為他還是得打 怎麼辦呢 所以他最後跟 可以打的球員剩幾個 你猜 三五個 七個 三五個就不可能打了 因為一場球至少要五個人 上場 沒有 會不會打四十分鐘 全場打四十八分鐘 對啊 不會其實我們都 結果每隊如果遇到那隊都 很困難 都被撞到肉丁 不好意思 沒有 搞不好他們也怕 不敢跟他搶球 不敢搶球 不會啦 反正因為他能打的就是表示 沒有確診嘛 對 剩七個人 你根本就體力就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這一年 真的是把美國的職業的棒球 職業的籃球 好好的重新 因為這個想起來 其實還蠻複雜 我問你 像NBA那個勇士隊 荊州勇士隊 有一個主將 叫Steven Curry 你們知道嗎 Curry Curry年薪超過 四千萬美金 然後他加上廣告 一年大概有八千萬 美金的收入 對 八千萬美金的意思就是 他一年可以賺三十幾億 如果他去日本染疫了 對啊 你覺得他划不好算 當然不划算 因為 奧運 美國是可能拿金牌的嘛 你覺得他會不會去 那他一定不會去的 他何必冒這個險 那世界一流的球員不會去 精采度一定不好 難說實在 而且因為你知道嗎 還記不記得去年 日本曾經有一個醫生染疫 有沒有 染疫了以後 然後後來他又到別的醫院 去監裁 結果不斷地這樣划開 你知道嗎 現在日本出現了 因為太累 太累 太辛苦了 也太危險了 醫護人員集體離職 他現在已經政府希望到 那個醫護學校 希望你們還沒有實習 都已經先出來了 他已經嚴重到這種程度了 韓國那時候也是這樣 就崩潰了 奧運今年是有棒球 對 有棒球 那代表隊還沒有完全出來 對啊 還沒打 台灣要打六 本來今年還要打 六選一嘛 對啊 那七月要打 現在選拔賽沒有辦法出來 我問你怎麼打 對啊 國家隊還沒出 各國也沒辦法過來 沒有辦法嘛 所以我覺得要打 沒有那麼簡單